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公布了业绩 公布完业绩出来 是否做得十分之好呢 又不是 是否很差呢 也不是 中规中矩 看回物业收益的净额 都是要跌的 跌回上半年 跌5.9%左右 再看它是什么呢 这些股 其实是一只Weasley 最重要是看哪个派息 派息 每单位基金分派都是差一点的 都是要跌7.7% 但你今天看到它的股价弹上来 其实就要看两样东西 一 最重要 其实它的派息 其实之前它调低了 现在的派息 回复100% 那个派息比率 而且它就会将 投资物业组合 其实它现在就希望 收购一些新加坡的一个 物业组合 就像领战去新加坡 找一些机会 用5亿左右 去买新加坡的物业 将这个投资物业组合 去做一个分散点 所以其实今天的股价 就有一个升幅在 我觉得就未必是个业绩 反而它就调高了派息比率 你再叠加 你本地其实有些 向你政策的放松 还有它有些收购 是希望透过地区的分散 和希望那边收购员 做一些物业的优化 去提升它的租金回报 所以其实有一个升幅在 短期来说 如果想收购这股 它就觉得可以在 现水瓶或者六个岭 这些水瓶去做一个求纳 它其实近期来说 走出一个升轨 如果它跌穿回 其实就不是十分之那么好 有机会再沉下到底 其实也不值得 但是由于 因为刚刚出了第二季 第二期的消费券 还有我相信 其实本地疫情去到 你当然是要大幅回落也很难 但是你对于消费 特别去做很多民生商场相关的影响 负面程度也不会这么大 是一个稳稳振振的公司 你再加上它的调整幅度 相对上大 现在的股息率 其实也有六厘多的水平 就是叫做防守性 叫做相对上强 我觉得未来的业务前景 应该是可以慢慢去 一路一路改善 好 除非保护的费是什么呢 就是本地的经济 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其实预期你下半年 应该会差一点 但是是否一个很大的下跌 或者很差的情况 我相信不会 因为你也希望 可以慢慢放宽防疫政策 其实也会带动 本地商业的活动 其实也有一个憧憬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追求下 短期我有追求 这些比较防守性强些的股份 最好 最理想的就是沿着星轨 可以一路一路向上 如果不行的话 在六个岭这些水平 我觉得它应该是 比较大机会是一个整股 而不是再继续去一个 比较大幅的下层 暂时就可以去到 比较 採取一个保守一点的策略